上周忍者过生日 家属馈赠了三份礼物 不仅带来了长达一个礼拜的快乐 还让我感慨 生产这些礼物的公司 都是多么好的生意和投资对象 给我和身边朋友带来最多快乐的礼物 可能也是金钱价值最低的 短短8秒来自非洲马拉维的生日视频问候 有那么多人投资短视频行业 头疼内容用户和变现 可是这个小团队 找到了一种标准化生产视频内容的方式 又能直接变现 随着客户的增加 他们本身也在成为一种网红和IP 如果家宇运作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另类的男团组合 如果还能接受投资 请算上忍者一份 第二份礼物是去了北京新开的一家SPA 温泉从罗马帝国时代就是成会玩的象征 但是SPA在中国一直是一种奇怪的存在 不是太贵就是太油腻 可是这家SPA 内部很强的Muji既视感 除了风格各异的汉征空间 还有文艺图书馆 PS4游戏区 电影院 刷手环就能随时点一些啤酒 西瓜和水煮鱼 这是一种面对欲宅一煮的精品酒店 共享办公和水疗的三合一概念 也许会像20年前的KTV一样 风靡亚洲 第三份礼物是任天堂的Switch游戏机 最值得一说的是游戏塞尔达传奇 旷野之溪 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 对不玩游戏的忍者来说 更像是一种随时可以开启的虚拟旅行 过去一周 忍者已经玩了好几十个小时 几乎到了一种魔杖的程度 过去五年 任天堂的股票已经上涨了500% 不过我感觉它正在将一批完全不玩游戏的路人转粉 所以可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巴菲特曾经说过 投资要投自己懂的行业 其实作为消费者的亲身体验 也是懂房的一种 为什么不投呢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